SURPRISE 又是我啦 那今天這個視頻呢 會跟大家分享的是我的DIY臀腿訓練 那因為疫情的原因 所以沒有辦法出去別的地方 也不能走太遠 不能去人群聚集的地方 所以我最遠就只能在家門口 那在家門口怎麼中訓嘛 當然我們不能給自己到底skills 無論在什麼樣艱苦的條件 我們都要堅持 所以呢今天這個視頻 我會用到的道具就是 一個背包 背包裡面裝重量 那我裝的是上個視頻的那代米 加上 加上 一打 是你的一打 什麼啦 一打負運紙 好話不多說 讓我們進入今天的視頻 第一個動作是單腿封部 我這裡布子賣的比較開 是為了避免下蹲的時候 膝蓋超過腳尖 並且我覺得這個角度 會讓我的大腿後側跟臀部感受度更高 因為是背著背包 所以重心的話要稍微自己感受 並且控制調整一下 這個重量還是可以的 我之前還稍微比試了一下 一邊做12下 一共做3組 第二個動作呢 做單腿硬拉 以胯圍轉動軸 上半圈保持直立 膝蓋稍微彎曲 下落再上起 那大腿後側到臀部的地方 應該會感受到拉扯 一樣12下 一邊做3組 第三個動作呢 是寬腿深蹲 我... 雙腿的話 會比肩膀寬 腳尖向外 保持背部的挺直 像做凳子一樣脫下去 一共做12下 做3組 第四個動作呢 單腿起立 就是正常上樓梯的樣子 我們盡量保持上半身的挺直 但是... 因為是後背背著背包吧 所以是要找一下平衡的 主要集中在前腿發力 每邊12下 一邊做3組 最後一個動作 我們做階梯深蹲 畢竟因為重量有限 所以這邊的話 會靠一個不平衡來增加重量 那把壓力集中在下面那隻腿 如果下蹲的時候 你的重心放在胯呢 你會感覺到你的臀部在用力 那如果你的重心是靠地面那隻腿的話 你會感覺到 腿前側的肌肉在用力 那一共做12下 一共3組 今天視頻就到這裡結束 掰掰